购买马桶时,有一些重要的事项需要考虑 以确保你选择到适合你需求和空间的合适产品 以下是一些建议 一、尺寸和空间 测量你的浴室空间,确保新马桶的尺寸适合 注意马桶与其他浴室设备的距离 以确保安装后能够顺利使用 二、冲水方式 马桶的冲水方式有两种主要类型 分别是蓄水式和无水相识 蓄水式马桶通常有两个冲水按钮 可以选择大或小冲水量,这有助于节水 无水相识马桶则通过高效的技术实现低水位冲洗 同样可以减少用水量 三、排水方式 了解你的浴室排水系统的类型 以确保所购买的马桶与之兼容 常见的排水方式有的排和强排两种 四、马桶形状 马桶的形状通常有两种 分别是坐变器和蹲变器 坐变器适合西方习惯 而蹲变器则适合一些亚洲地区的使用习惯 五、材料和清洁性 了解马桶的材料通常有陶瓷和塑料等 陶瓷容易清洁,而且更耐用 一些马桶还具有抗菌表面 可以更容易保持清洁 六、安装和维护 考虑马桶的安装难度和维护成本 一些现代马桶设计更易于安装和维护 而且一些配件可能需要定期更换 七、品牌和质量 选择知名品牌的产品 这通常能够保证较高的质量和售后服务 八、价格 根据预算考虑购买 但也要注意不要牺牲质量 有时候投资一些更高质量的产品可能在长期内更经济 九、法规和标准 确保所选马桶符合当地的法规和标准 以保证安全和合规 十、用户评价和意见 在购买之前 查看一些用户的评价和意见 以了解产品的真实性能和用户体验 考虑以上因素 你将更容易选择到适合你需求的马桶产品